挂服我们抢似非多 武林外传中 战堂和香玉 小郭和秀才 无双和小溜溜 大嘴和惠兰 等等组合 放现在 在婚嫁市场上都很神奇 更别说在明朝了 那么 明朝真实的民间婚嫁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暑假了 就以看了N面的武林外传为例 咱们一起看看明朝婚姻记录 大家好 我是八成星UP主 自美的17 爆锤这个三年按钮 特别是那些从未关注一击不落的 都不知道心疼人的 首先 多大才能结婚呢 现在咱们是男22女20的结婚年龄 武林外传为了过审 和演员演技考虑 人物也都是20多岁谈恋爱 而根据大名律规定 男方16 女方14 并听婚娶 否则不予结婚 也就是说 像小鸡子的相遇 小时候被战堂结识的时候 他们应该正好是法定的结婚年龄 那除了年龄之外 明朝结婚的限制条件还有很多 第一 同性不能结婚 自西周以来 古代一直信奉 同性为婚 其后不凡的习俗 主要以前人不怎么移动 同性多少都有点占亲戴故 要不却是地方小 移动不了 看视频的有同性情侣吗 有的柯伯依 哦不 你们这么热爱学习 想必都是单身吧 第二 亲属不得为婚 相比于前两期 咱们讲汉朝皇帝 涉及到无数的近亲结婚 明朝在这方面非常排斥 立下法律严刑禁止 大明律尊卑为婚条中规定 犯了这条规定 要把你的裤子打你的屁屁 看这条 若取几只姑舅 两姨姊妹者 长八十 并离异 宝玉听到没 漏 第三 娘贱不得为婚 贱名就包括奴仆 昌幽和立足等 也就是说老型和小六 虽然倚仗着衙门的权利 但是属于贱名阶层 老型那么大岁数不结婚 而且摸寡妇手 似乎说得通了 第四 妻妾不得失序 中国古代强调一夫一妻多妾 妻妾的秩序必须明明白白的 两个正房是不存在的事情 这也是因为在继承这一块 明代也还是敌长子继承之 为了继承不能乱 正房的位置必须明确 稳定 稳定 还是TM的稳定 其他还有 比如不得在父母囚禁 以及居丧期间嫁娶 不得娶逃亡妇女等等 不过 相比于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这条明朝婚姻第一准则 上面这些都是小影响 五年外传里 小郭老爹郭巨响 不满意吕秀才 是不用打辩论的 可以直接带回家 礼记中清楚地说到 婚礼者 和二姓之好 上已是宗庙 而下已是后事也 这意思是 古代婚姻最重要的目的 不是男女情投意合 灵魂身体共振 而是为了繁衍后代 延续家族相伙 大明律附录大明令中规定 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 祖父母父母巨舞者 从于亲主婚 不过这样的风气 随着商品经济和社会思想的发展 在明朝中后期也有所冲动 民间要求婚姻自由 男女平等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三言二拍等明朝小说中 经常出现富家千金爱上穷小子 私定终身奔赴幸福的故事 不过要注意 能被写成小说引以为奇的 肯定是极少数的故事 大部分在底层奋斗的少男少女们 还是只能全靠对爹妈的信任了 那要是男女情投意合 门当户对 父母都很满意的话 在明朝成婚 还有一件非常难以跨越的门槛 和现在一样 就是嫁妆和彩礼 在武林外传里 我们看到同乡玉的 硬核嫁妆大礼包 看着有点离谱 不过明朝对嫁妆的要求 确实非常非常非常高 嫁妆的多少体现了新娘的身价 并影响到她今后再富家的地位 因此为女儿准备嫁妆这件事 在家里的地位巨高 能捐百万钱嫁女 而不肯捐十万钱娇子 嫁妆价值要和彩礼前相匹配 两者价值都很高 据明万历年间 河南卫视限制记载 当地结个婚 两番约用猪羊十二只或二十四只 其粮食约用四十担或六十担 八十担至一百二十担者 一场婚礼 半破产两家人的情况屡见不鲜 以至于很多穷人家 都会溺死心生儿 摆脱嫁妆和彩礼的压力 至于明朝结婚的仪式 前后也非常繁琐 现在结婚免费领红本 但在明朝大明令里另规定 凡民间嫁娶 并依诸文公家里 婚姻仪式要经过纳采 问明 纳吉 纳真 请妻 亲吟六个阶段才能过门 在于结婚第二天 以及三个月后 完成见旧姑和妙见之礼 才算正式嫁入夫家 婚姻关系正式确立 那是想离婚该咋办呢 有冷静期吗 离婚的第一种形式 单方面离婚 但是这个单方面 指的是男子单方面休妻 女方单方面结婚是不被允许的 不过大明律遵循传统的 妻出三不去原则 女府的旧社会 生不出儿子 是真的可以合法休妻的 但是 如果妻子没有这些行为的话 丈夫单方面休妻 也是不被允许的 会扒你的裤子 打你的屁屁 第二种 是双方都自愿离婚的 叫做合理 这个明朝是允许夫妻 经过合议达成离婚的 而且很简单 没有离婚冷静期 结果放妻书就行 但是现实情况是 男方提出合理比较容易 而女方提出成功的案例 就很少 其中有个重要因素 合理时 女方是要带走全部嫁妆的 第三种 是强制离婚 主要是围绕一绝 指的是家暴 或者是一方对另一方的亲属 有暴力通奸等行为 可以经官府判决 强制离婚 闹不好还要陈诉 那么女子像相遇一样 年纪轻轻成了寡妇 还能改嫁吗 怎么改嫁呢 宋朝礼学 饿死是小 失劫是大之类的硕教 给妇女们套上了一件 沉重的枷锁 所以明朝法律 在这里采用了双重标准 无品及以上官员妻子 不得改嫁 维持上层碾面 而无品以下官员 及平民 则没有这条限制 如果丈夫未亡 要离婚改嫁 经过双方协商同意 女子要签署一个婚期 对头婚离婚情况 进行具体阐述 避免两人丈夫 产生法律分歧 而如果丈夫早亡的话 想改嫁 要等父亡七十天后 上层社会 一般女子要听从婆家 长辈的意见 也就是说 相遇如果没有墨家人的准许 是不好改嫁的 老白家也会因此 和墨家结仇 不过小贝肯定没意见 普通人家就没那么多麻烦了 大家可以自行决定 不仅如此 王夫死后财产的继承制度 在明朝也有很大的发展 明代大明令护令规定 被继承人有子的情况下 女儿没有继承权 如果无子有女 女儿可以继承遗产 另外 偷奸所生的奸生子 甚至都被法律许可 享有一定的继承权 坠婿也可以享有继承权 并且如果女家将坠婿逐出家门 会受到严格处罚 大家对坠婿感不感兴趣呢 要不讲一期 快点赞 寡妇要是子女都没有 像相遇这种情况 如果不改嫁 也是可以继续使用相关财产的 但是对于王夫的财产 是没有点卖转让权利的 不过即使这样 相遇想不回汉中 当寡妇养小辈 变成了必要条件 讲到这儿 大家可以看出来 再好了财子家人的故事 也不如现在的婚姻恋爱自由好 不过作为一个直男 子美还是经常被 不分李中克的话祈祷 好像是 还没有完全平等的男女权利现状 已经是女性骗得的了 拿古代的情况对比 那也真是大可不必 我们喜欢武林外传 老白相遇 小郭秀在他们 不仅仅是因为好笑 而是在这一个小小的客栈里 萍水相逢 一见倾心 女追难躲日久生情 女强难若相互救赎 等等多种我们向往的爱情模式 都能发生 暑假必备的武林外传 是子美最爱的电视剧之一 这里面还有很多可讲的 比如秀才一直考的科举 明朝人的饮食 明朝的国际化等等 感兴趣的同学们 可以在评论区 说出自己想听的话题 点赞过5000 下期我们接着聊武林外传里 有趣的明朝历史 我是史诚探子美007 关注我 下期我们接着聊历史的真相